本台消息 9月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第十次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司法部长会议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 自2013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司法部长会议机制运行以来 各成员国秉持和弘扬上海精神 相互支持京城合作 不断促进各国法治建设 加强政府间司法领域交流互建 持续开展法律服务领域务实合作 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 中国高度重视法治固根本 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中国愿同上海合作组织 其他成员国一道 不断深化新时代各国法律和司法行政领域交流合作 以法治方式促进各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十次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司法部长会议 由司法部主办 5号在上海开幕 记得关注哦